祝你生日快樂 拍戲拍到一半 工作人員送上驚喜 幫忙穿衣提前一天 慶祝41歲生日 不只有蛋糕 還找來胖卡車 煮熱騰騰的豬腳面線 這樣真的很有心 因為這個豬腳 是在我們這個戲裡面的 一個竹梗嘛 那為了阿公這樣還原 那其實準備這樣子豬腳 其實還蠻好的哦 除了一起拍戲的 賴雅妍謝家健和孫慶月 還有一位神秘嘉賓 王傳義的師弟金再勳也現身 因為我前兩年都是在韓國 哦 對 然後沒有 我是一隔離完了 已經隔離完了 對 我在韓國當兵 然後就想說 前兩年都沒辦法 陪哥一起過生日 我知道哥最近就是 都在外景拍 然後還有主持外景節目 所以我覺得他需要墨鏡 一戴上墨鏡 瞬間化身成霸氣總經理 王傳義紀念生日 得在拍戲中度過 三歲的女兒也偷偷錄了 祝福的影片 讓他好感動 啊 對 對 這個應該是他們給我的驚喜啦 因為我通常每天晚上 如果是在他睡覺之前 都會跟我太太跟他視訊一下 所以勢必今天晚上 他們要唱一下很好 很團結的那個生日快樂歌給我 對 我們去約會吧 你給我這個機會 我當然一定要好好把握 在我面前你不需要太防備 可以好好釋放你的工作 劇中賴雅妍放話 要在一百天內 讓王傳義對他動心 兩人一敵一友的暧昧關係 也起了微妙的變化 賴雅妍還會出什麼招 也讓粉絲期待 三十五 黃金的光學宇 同一報導